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各行各业做生意的方法跟诀窍都不一样 但是最近我相信台湾非常多的老板们都在苦恼一件事情 那就是缺工 毕竟台湾现在GDP的成长其实非常的显著 在荣景底下当然人才有更好的待遇 他就会想要跳槽 所以各行各业都希望以更好的待遇来留住人才 究竟在这个缺工底下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争财 如何的去留财 提出更完整的一个团队的培育以及发展呢 今天这集节目很高兴的邀请到了 KPMG安侯建业的人资长黄博熟Stella会计师 邀请人资长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缺工现象底下的真才和流才之道 哈喽Stella你好 嗨你好Peter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的缺工这个关键字 现在KPMG身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缺工 那你们如何的去提供新人更多更好的待遇呢 是啊 尤其会计师事务所是产业的训练所 一般受过会计师事务所训练的人呢 其实因为他们有多命向的一个养成 本来就很容易非常被挖角 那现在因为人才慌 我们缺人的状况也很严重 那像前阵子大家知道的 加薪四千块 那我们也针对所有的审计专业同仁 都有加这个四千块的一个薪水 是其实绩效考核 每一年我相信很多的企业稍具规模的 应该都会做这样子的绩效考核 刚才Stella提到这个加薪四千块 我想要追问一下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待遇吗 我们是针对所有的审计专业同仁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税务部和顾问部门的调薪 是在每一年的一月 那在他们一月的调薪 其实已经先提前考量物价水准和市场的一个薪资的趋势 可是神计部门例行性的调薪是在每一年的七月一号 那我们合伙人考量说现在物价飙涨 那希望可以及时来反映员工的实际需求 让同仁有感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四月一号先行在月薪上面反映 那四千块怎么来的 四千块其实是根据往年的一个平均的调整幅度 大概抓10%左右 那当然我们在今年七月 还是会进行例行性的绩效考核来调薪 是刚才Stella有提到 很多产业都会来挖角 受过会计师事务所训练的人 那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事务所每年都会招收很多的新进人员 特别是社会新鲜人 那社会新鲜人这一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每年大概你们招收的人数大约是多少 那他们在应聘进来之后 都让他们分发到什么部门来从事吗 我们每一年大概在9月10月的时候 会到校园去做一个大批的校园招募 那一年呢 大概需要400多位的校园新鲜人 那因为我们是比较高压的工作 正常的流动率大概有三成以上 KPMG台湾大概有2500多个人 那审计部门大概有1600多个人左右 哇有1600多个这么多 那我想请教Stella 在升迁的安排上面 通常KPMG它的一些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的升迁制度非常的畅通 也很透明 只要你的工作表现符合这个职集 每一年呢都可以往上升一届 那像审计部门来讲 大概进来都是先从审计员开始 那就有初中高审 然后第四年是主任副理经理 然后协力一直到合伙的会计时 如果你的表现是优异的 其实你也可以跳升 就不受说一年才只能升一届 那因为在事务所 它没有设限说每个职集的人数 不像产业界一个萝卜一个坑 只要符合职集都可以升任 所以我们的同事常常不到三十岁 他们就可以升任经理职 那像我们今年年初升任的几位合伙人当中 有几位年资只有十三年 那其中还有一位年资不到十年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过程会有一点辛苦 但是结果是甜美的 那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 我们是用专业来创业 那这是一个可以白手起家的职业 你不需要筹资来支付资本金 你也不用去靠背景 只要努力专业服务好客户 然后和同事团队合作 就可以成就自己 是刚才Stella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稍微 详加追问了一下 因为刚才她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大家不要忘记 她说高压 但同时也能够用她的专业 来开创一个人的事业 你不需要像一般做生意一样 还要去找资本 找股东 她只要在会计的专业方面 然后她在沟通 跟客户的一些咨询上面 能够发挥出她的专业的话 应该是有非常好的 这个竞争的流程 那我想请教Stella 我们都知道会计师有 淡记跟忘记 她是在什么时候呢 以事务所人力最多的 审计部门来说 旺季大概是12月下旬 一直到4年的5月 那因为这是企业上年度 结算后要委托会计师 查核签证财报跟税报的时间 那旺季的时候 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 常常都会超过12个小时 那在盲记的时候 有的同事会 情绪上面比较紧绷 那也会比较没有耐心 所以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 或者适时的咨询 让案件可以顺利的完成 那因为在盲记的时候 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 special的关怀专案 那像我们提供 维他命或叶黄素 让同事来补充营养品 那也提供了 麦片冲泡饮料 和下午茶 那在办公室 我们也设置了自动贩卖机 让同事用市价的 大概5成的一个价格 就可以买到饮料跟零食 另外我们也即将要推出扭蛋 让同仁 在紧凑的盲记当中 可以增加一点乐趣 其实盲记正是可以大量学习 快速累积经验的时候 那随着经验的累积 对于案件的掌握度 会越来越好 那自己的进步 其实自己是可以感受到了 这是一种自我的实现 和成就感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 除了盲记这些 比较special的一些 福利措施之外 平常有没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职工福利呢 没有不同 就是平常就有的 那像我们有推出 比同业早的 像我们的K咖啡 那我们的咖啡豆的品质 不输知名品牌 而且不分大小倍 单一的价格 让大家非常无握心 只要你的杯子够大 我们就一定帮你装满 那我们也每一年 都会提供 一万块钱的福利金 让同仁在K咖啡消费 那没有消费完就折现 那另外我们 像我们事务所尾牙 是在12月举办 不像一般企业都是在12月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我们主要是考量 同仁在12月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出差 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提前 让多数的同仁 可以共享胜局 那像平常 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运动 像瑜伽啦 优样 倫巴 然后也有一些社团 像雨球 篮球 雷球 排球等等 还有英日文的演讲社 品酒 单车 登山 茶艺 还有 因为我们有日本业务部 说我们有一个 日本文化的一个演习社等等 这个都让同仁 可以一起来分享 除了工作以外的活动 那另外我们也有提供 证照的一个奖励金 考证照 也有奖励金可以领吗 对啊 我们如果说有会计师的执照 就会有十万块 那考前我们是可以请温书价的 那我们也会请补习班的名师 来帮同仁做考前的一个冲刺 那其他像律师 如果你有律师的执照 或者是电脑集合师 资讯安全管理师等等的专业证照 我们也有数万块钱的一个奖励金 那对于新进的同仁 如果他脱一 达一定的分数 也有奖励金 那另外其他的福利 像我们也有跟外部的专业机构 有合作提供24小时的员工协助专线 那是有专业的咨询师 帮同仁提供情绪上面的给调试 或者是家庭健康 法律理财等等咨询 那另外旺季结束以后 我们也会举办国内或国外的员工旅游 哇听起来刚才Stella 这样子一连串讲下来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完整 而且真的是包罗万象 所以作为KPMG的员工 我觉得除了今年有加清之外 平常的这些福利措施 还有旺季的福利措施 都是很完整的 但诚如刚才Stella所说 其实会计事务所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它的专业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是不是在很多的面向上面需要提供一些专业的教育训练 让员工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学习的更完善一点呢 是啊 像教育训练的部分 我们有分定期跟不定期的专业课程 那定期的专业课程在淡季的时候 像6月9月啊 我们就会来进行 那不定期就看新的法令或新的法规 它的颁布 我们随时会举办充电会 那除了专业课程的训练之外 我们也有领导统育情绪管理 或者是音乐欣赏或健康促进等等讲座 那像我们同事外食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请营养师来教大家如何均衡饮食 那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培养同仁全方位的知识技能 那另外前阵子我们举办比较特别的动软讲座 那因为事务所同仁大部分都是单身 那晚婚跟晚孕是现代人的常态 我们就邀请了不孕症专家 来跟同仁分享如何顺利怀孕的一个秘诀 那了解现在医学技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辅助 和政府的一些优惠补助措施 那除了实体课程之外 我们也打造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 虚拟教室像线上课程 同时我们也提供微学习 就鼓励同事可以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 三分钟五分钟可以快速吸收工作中的重要薪资 让学习比较有弹性而且比较有效率 哇听起来KPMG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一个组织 他还观察到说现在台湾人口变少 然后这个晚婚晚孕的趋势 真的是非常值得加许 那刚才Stella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跟着趋势往前走 那我个人观察到现在的一个趋势 当然就是人工智慧跟新的应用科技 对于一些比较routine的事情 它能够起到一个取代跟辅助的作用 我相信在这方面数位工具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想先请教 现在有没有一些数位工具是你们已经应用 而且改变了以前的习惯了呢 有啊像以前我们在出外期 每个人都会扛一大卡的查账箱 里面装满很多的工作底稿跟资本文件 那现在呢我们只要带着笔记型电脑 就可以优雅的外勤 那十几年前呢 我们KPMG就已经推行电子化的工作底稿 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那电子化的底稿其实也是可以节省纸张的一个浪费 而且可以在线上及时的复合 那这个就可以让工作效率可以大幅的提升 那像我们审计部门常常会用抽样的方式来验证客户资料的一个正确性 以前我们都是用人为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抽样 那现在样本都是用电脑来选 我们是把整个查核的母体丢进去分析 让我们的抽样风险是可以降低 那另外我们也有用金融的区块链来发电子喊证 那这个它也会取代人工的一个填写 降低邮寄上面的一个风险跟成本 那我们事务所自己也有开发行动APP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云单电子表单 那就可以及时来处理很多办公事务 另外就是像现在Teams的一个通讯 可以让我们的办公不受限 那像疫情期间我们也有按照政府的规定 有配合分流 那我们团队可以利用Teams 可以快速的互动也沟通 那像在家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有团队是利用Teams来玩游戏 然后玩了游戏前几名我们就会有下午茶 付Panda送到家 我们也有推出机器人自动流程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有几个隐形人 隐形人 什么叫做隐形人 就是我们会有几位的机器人经理 他们叫Pola Marco还有Gabi 那他们是隐形人 对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员工编号 还有中英文的一个名字 那他其实是在帮我们处理一些重复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的税报转档 或者他可以帮我们去收集一些股票的市价 在我们查核的时候会需要 或者他会把客户重大的讯息 推播给我们的案件团队 那另外就是像抽样 或者是发账单 填写公示表 那他们都不会喊累 他们可以24个小时的工作 所以KPMG有一些员工是AI 可以这样说吗 对 应该这样说 全部的员工都知道我们有一些同事是AI吗 应该是大部分的人知道 因为你是在Fone Search里面 其实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所以这样子的应用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他取代了一部分 比较日常性的工作 然后让你的程序变得更快 是的 那反过来问的话 我觉得毕竟有一些程序 可能透过机器 或者是透过人工智慧 还没有办法发挥的很好的情况下 有没有一些流程 是人工一定要来执行的呢 是啊 比如说像数据串接上的敏感度 这个机器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帮忙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审计 或会计专业准则 复杂性的一个判断 还有我们有一些税务部或顾问部门 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个服务 这个都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的 可是因为数量庞大的数据 我们藉由这种数位工具快速处理 那我们人力省下来的时间 就可以让同事持续的学习 然后进行更深度的一个分析思考 那也可以提供客户比较有价值的 一个建议跟服务 是这样看起来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 数位转型其实对每一个行业都出现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想请教 像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在数位转型底下 Stella你觉得她碰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她又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机会呢 我们也是会有挑战 比如说你请员工要改一个methodology来讲 他们用一个新的tool 他们就会抗拒 其实改变在一般的企业是比较难 在事务所其实也会有一点阻力 可是因为我们的同仁都相对比较年轻 所以我们会提供系统化的训练 我们会有培训 会有种子讲师 然后我们会有新知识的一个充电会 所以数位翻转在事务所来讲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像我们事务所的数位化转型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的 实体底稿的电子化跟云端化 或者我们导入RPA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流程自动化 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来改善 我们工时长的一个状况 然后同时也因应企业客户端那边的新数位需求 可以提供系统的优化跟资讯安全的相关服务 那我们也有数位团队 我们数位团队有非常多元的人才 包含财务税务法律和顾问等等 那提供多面向的一个数位创新转型策略服务 从客户的目标设立 一直到导入创新的方法跟科技运用 那因为会计时就习惯用数字来说话 利用数位科技来累积资讯 可以提升客户的营运效能 是我们都知道说缺工确实是一开始 现在各行各业碰到的一个很显著的问题 那也是如何解决就能够得到下一个阶段的价值跟利益所在 但同时刚才State Light跟我们分享了 会计师事务所在数位转型的当中 有哪些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工作 那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 有哪些的特质是未来会计师事务所最需要的 毕竟现在商学院底下 其实有很多会计系的同学 他们是未来产业的新秀 他们应该要如何在听到这期节目之后 学着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呢 应该是说除了专业之外 自身的专业之外 也可以强化自己的接受新兴科技的应用 还有巨量资料的一个分析的能力 就是我们强调的数位力 那另外也必须要有领导力 就是你必须面对核心任务的时候 能够提出策略性的观点 然后可以激励别人去提升他自己的能力的部分 另外就是要团队合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元的包容 和不同背景的团队协同来合作 所以我们也要去培养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保持好奇心创新的一个方式 还有外语 外语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都是帮自己的子牙可以加分的一个软实力 是其实刚才从福利 从数位工具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些挑战 然后乃至于下一个世代 我们应该培养出怎样的能力 来应对未来挑战 我觉得Stella都给我们非常完整的一个介绍 但同时也让我们见识到 原来KPNG的福利跟各种的教育训练 真的是包山包海 也期待接下来在人资相关的议题上 我们能够邀请Stella做更深入的分享 了解如何创造 你符合下一个世代所需求的工作能力 以及数位的适应力 今天非常谢谢Stella来到节目 谢谢 谢谢Peter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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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